悠长暑假开始了 大家猜猜我今天要去哪里 这个地方位于佛山南海西桥 这里已经有近800年的历史 在历朝历代 这个小小的村落却出了很多人才 这里也被誉为是汉陵村 到底是哪个村呢 走我们出发 大家好我叫谭汉莎 今天我们来到了佛山市南海区西桥的宗塘古村 看看我们最后的牌榜 我们一起进去吧 松塘村位于南海区西桥镇西北部 距离镇政府约10公里 面积约1.8平方公里 宋墨村中挖了池塘 而且村南的华陵港曾有一棵古松 所以叫松塘村 根据村史记载 宋李宗也就是公元1225年到1264年间 宋朝武是欧贵林之子 欧世来从南雄珠基向南迁到这里定居 家族一直繁衍到现在 松塘村以港列舰 百相朝堂 自然环境优美 接天连夜无穷必 印日荷花别仰红 原来松塘村也有这样的美景啊 除了种满点花的池塘 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池塘叫乐池 在池塘旁边 有很多极具顶蓝特色的古建筑 有宗祠有家属 宗祠门口有精美的门神画像 秦琼和未持工 神采奕奕奕 炯炯有神 走进祠堂里 排便和堆联上 仓敬有力的大字 诉说着这座小村庄的文化历史 的确非常不简单 目前这座村庄 只有不足两千的常住人口 但历史上从明朝 出了一位汉林院学士开始 在迎亲两代 至少走出了四位近视 七位举人 其中三人进入了汉林院 松塘因此被人誉为汉林村 文明侠儿 至于家属 也就是以前小朋友读书的地方 也称为私属 仅仅在池塘边 就有好几家家属就职 可见在松塘村 读书对他们而言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 常言道 富不过三代 但书香门第 则可以传承几百年 并且延免纸巾 未曾中断 现在的家属 仍在发挥他们作用哦 成为了越南师 还有小朋友学习书法的地方 看看他们的作品吧 到了近代 松塘村各时期的名人知识 成出不穷 例如民国时期 著名革命家欧孟爵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著名战士欧子贤 这让我想起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 松塘村之旅 让我进一步了解了 读书以明治 松塘村走过近八百年 对于自己家的热爱 对于松塘村的热爱 升华到对自己祖国的热爱 是松塘村几百年来 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今天我们的松塘村之旅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有所玩汉林村松塘村后 还是要去觅食的 离开松塘村后 我们就驱车到了太平码头旁边的餐厅 吃了一顿美味的和鲜 这次的西桥松塘村之旅完美结束 拜拜 拜拜